這期跟大家聊聊在深憂界鬧到滿層風雨的Invoice制度 接著普及深憂從事各鄉工作的酬勞大概是多少 再將數字帶入Invoice制度直觀的看見產生的影響 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 日本政府在2022年的10月下旬宣布 2023年的10月正式施行Invoice制度 不知道大家對這消息有沒有印象 這個新制度一經宣布就造成深憂及動畫界的強烈反彈 這個Invoice制度其實去年日本政府剛宣布的時候我就想談了 只是剛好遇上南木燈下車這個重大事件 就把注意力移開慢慢淡忘 直至看到2月9日發賣的CAU Grand Prix 燈載的深憂民間才讓我重新重視這個問題 雜誌先公布的日排連登記載車的女深憂人數 今年創新高來到1039人 多年來人數呈現增長趨勢 這時我突然聯想 會不會因為Invoice制度 2024年的深憂登載人數 創紀錄的首次出現減少呢? 在新制度的影響下 並非完全不可能 那這個影響業界深遠的Invoice制度 究竟是什麼呢? Invoice制度又稱合規發票制度 制定的主要原因是 令和元年日本的消費稅從8%調整成10% 為了防止不肖人士把稅金8%的商品 登載成10%來申報 同中獲得不法利益 所以政府要求必須要確實登載一切交易的發票單據 再者Invoice制度設立前 年收1000萬日元以上的事業主 才需要繳10%的消費稅 Invoice制度設立後即使是 年收入1000萬日元以下的事業主 也需要繳10%的消費稅 我知道聽到這很多人一定會問 這跟深憂界是有個毛關係 事實上他們之間交錯綜合的毛線可多了去 因為深憂與事務所並非是僱傭關係 而是合作關係 無論深憂有無所屬的事務所 他們在歸類上都屬於 個人事業主 就是所謂的自僱人士 理所當然屬於Invoice制度規範之下的事業主 年收達到1000萬日元以上的深憂本來就少 長久以來大部分深憂都不用繳10%的消費稅 但是這刀砍下去現在就算年收只有20萬日元 還在苦苦掙扎的新人深憂 也要繳這10%的消費稅了 對於深憂界以及動畫界這樣 個人事業主充斥的領域來說 是個嚴重打擊士氣與就業意願的制度 這裡引用Avema News的相關圖表 可以看到深憂以及動畫界有50%的個人事業主 這張圖則可以看出 有51%的業界人士年薪低於300萬日元 接下來這張圖統計 有32%的人認為制度會導致收入減少 35%的人認為不會有改變 23.9%的人起了退出業界的打算 看起來Invoice制度好像就是提刀衝著深憂界來的 但其實這個制度影響到的層面包山包海 並沒有針對任何特定群體 只是深憂界的體制正好首當其衝 這樣看來深憂和動畫界只能接受征稅命運了嗎 不能完全這麼說 實際上Invoice制度並非強制參加 你也可以選擇不參加 這樣年收1000萬以下的你 就可以繼續不繳10%的消費稅 但是如果你不參加的話 委託你工作的公司 就要幫你繳納10%的消費稅 等於公司要繳20% 試問有哪間聰明絕頂要人提醒的公司會做出這種決定呢 所以即使你省了這10%消費稅也沒用 工作量大幅減少帶來的影響更為致命 Invoice制度以某方面來說是蠻完善的 完善到讓你無路可逃 也正因如此 業界人士才會群起工資反對這項制度 縱觀以上 已經站穩腳步的深憂 或許整體上比較好去調適 但如果我是在底層苦苦掙扎的新人 面對這樣的制度一定會對經紀人大喊 我不做深憂啦 說了這麼多可能還是無法具體的去了解 深憂究竟受到了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 接下來我們實際按照業界的規定計算看看 一個新人深憂從事各項工作可以拿到多少酬勞 以下的資料來自深憂專門學校 現役深憂 以及事務所經紀人 在網路分享的酬勞計算方式 這裡要注意 並非每家事務所的規定都一樣 大家可以用比較輕鬆的角度 帶入這些算法去了解你關注的新人深憂 大概作用怎樣的薪資條件 配一部電視動畫酬勞的計算公式如下 入行三年內都是五等級的新人 動畫重播也無法抽成 一集的酬勞15000 30分鐘的動畫倍率是1 電視動畫的倍率是1.8 所以一集的薪資是27000日元 最後扣除事務所抽成 20%和源泉增收10% 實際拿到手上的酬勞大概是18900元 乘上12集是 226800日元 現在都是一邊做動畫一邊配音 所以工作時間跨度跟動畫檔期一樣 是三個月 我們時常看到深憂在YouTube和NikoNiko等平台 進行時常1-2小時的深放送 也就是直播 這類直播屬於小規模網路節目 參加一集的酬勞大約是5000-10000日元 再來看廣播節目 廣播又分為個人與來賓 像一大小百合主持的個人廣播 一集也是5000-10000 至於像節女放課後廣播 屬於來賓性質 一集大約3000日元 有點資歷的深憂 舉例來講像是烤歌 如果他之前的廣播沒有被停掉的話 一集30分鐘可以拿到3萬日元左右 古早時代為遊戲配音 是以一個字多少錢來計算 現在為了統計方面有明確的標價 出道未滿三年的新人 一次委託不論你配多少個字 疑慮15000元 三年之後就會以人氣 居宿時長以及工作量來溢價 至於旁白 在新人時期要接到旁白工作比較難 所以一大小百合有做過旁白是蠻難得的 跟遊戲一樣一次委託 不管新人說多少話都是15000元 其實旁白是個酬勞很高的項目 舉例來說 神谷浩使接一次旁白就能拿到100萬日元左右 動畫的BD銷量 深憂無法抽成 但深憂可以從音樂的銷售額去抽印稅 印稅通常是銷售額的1%到3%之間 比例要來的哈吉邁力巴基彌的銷量 做粗略估計 一張平均售價是3300日元 截至2022年的1月 累計銷量為 40351張 總銷售額是 1億33158300元 除以5 再以抽1%來計算 一人可以拿到 266312的印稅 如果是抽2%就是53萬 3%則是79萬 至於在KTV點歌點一次 深憂可以分 1到3日元的印稅 這部分難以計算 就先略過吧 電視和現場活動 因為背後的廠商通常都富得流油 酬勞當然跟著變厚 是深憂的重要命脈之一 像Liella武人時代上過的 Shibuya no Auto 屬於深夜節目 酬勞3萬到5萬 除以5 一人頂多拿幾千日元 可是一般黃金時段的節目 像是深憂比較常上的 FNS歌謠記 酬勞大約 10到20萬日元 Liella之前就上過FNS歌謠記 假如酬勞是10萬 就是除以9 一人拿1萬1左右 再來是現場活動 舉例來說 像蓮之空女學院 即將在4月21日 舉辦的 出道迷你專輯紀念活動 因為是買票入場 有可能從票的銷售額做抽成 可新人普遍的價碼 座落在一場10萬日元以內 10萬除以6 一人可以拿到1萬6左右 上述局的例子 因為是團體還要分錢的關係 乍看之下不是很多 但是在 在塞州窩門勘載的新聞專題中指出 資深深憂 周訪不順一 一場活動拿100萬日元 是很平常的事 深憂天后 水素奈奈 接一場活動 至少300萬日元起跳 大家看深憂團體的演唱會 時常會心疼的說 你們看 這些公司真血汗 演唱會一場一場開 讓深憂休息一下吧 殊不知深憂就算真的覺得累了 或許也並不這麼抵觸開演唱會 因為演唱會正是深憂最大宗的收入來源 沒有之一 每家事務所的規定不經相同 我選擇參考大手事務所 Artivision的經紀人所分享的訊息 他透露深憂可以從演唱會的門票總銷售中 抽取7%的收益 粗略計算以下 以Liella在Savion Arena 舉辦的公演為例 假設觀眾坐滿4000人 票價各有不同 參考官方標示的平均票價 1萬日元 這樣算下來門票收入總共是 4000萬日元 當天表演的有10個人 所以除以10 再乘以0.07 等於28萬 連續唱兩天就可以拿到 56萬日元 由此可見 演唱會是深憂偶像的 財富密碼 而且這還沒算上 場內誤犯的7%印稅抽成 如果再能容納3萬人以上的巨蛋 連續唱兩天 一人拿個幾百萬日元 都不是問題 你說3月4號3月5號 Liella就要去巨蛋了嗎 這幸福來得太突然 也有一派說法是 新人深憂抽的趴數應該更少 總之合約細節會根據事務所有些微差距 不管怎樣 LavLab成員絕對稱得上是 深憂中的皇親貴族 那我們把上述最可觀的演唱會收入 56萬日元 導入invoice制度 看看前後數字差多少 每導入之前扣掉事務所抽成 20%和源泉增收10% 10拿酬勞是 39萬2000日元 導入invoice制度後 再多扣10%的消費稅 10拿的酬勞變成 33萬6千元 雖然一筆薪資這樣扣下來好像沒有很多 但如果是一整年累積下來的薪水被扣10%的話 那內心會有多 多阿雜 可想而知 而且如果是年薪只有20萬的新人 扣個2萬 他就需要在試鏡與上課的空檔 多建議分工 覺得過於疲勞而放棄的人 2023年的10月過後 可能會越來越多 我其實有想過 與其阻擋勢在必行的法案 去改變深憂目前個人事業主的身份 會不會更有機會 但比較其中的細節後才發現 在實行上非常困難 如果突然把所有深憂都改成雇佣制 對於事務所來說是個重大負荷 等於說沒有工作的人還是要發薪水和獎金給他們 事務所的經營本來就很困難了 不可能做這種慈善事業 當然除此之外還牽扯到更多複雜的問題 不過一切的應對只能靜待10月法案上路了 那大家對於Invoice制度和聖誘的薪資有何看法 都歡迎留言分享 我們下期再見